聚焦今日時事 縱觀美國資訊 歡迎收看本期今日美國 我是主持人辛農 今天是5月24日 下面請看詳細報導 5月24日 總統拜登告訴記者 美國對台戰略模糊政策沒有改變 不過 他沒有對他前一天美國將保衛臺灣的表態提供任何細節 只是說美國的立場沒有改變 據有線電視新聞網報導 拜登當天在日本參加四方機制領導人的一次活動時說 政策根本沒有變化 我在發表聲明時說過 5月23日 拜登在東京與日本首相安田文雄舉行聯合記者會時 被記者問道 如果台海發生烏克蘭那樣的情況 他是否會軍事干預 保衛臺灣 他簡單回答說 是的 並稱這是我們做出的承諾 拜登這個表態立刻引起媒體關注 CNN的報導指出 拜登明顯無視美國的對台戰略 他的言論在華盛頓和北京都引起了衝擊 但是 記者會結束後 白宮一位官員迅速對他的說法予以澄清 稱美國的一中政策沒有改變 當天 美國國防部長奧斯汀也重申 美國的對台政策沒有改變 當日晚些時候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在例行記者會上回應相關問題時稱 中國對拜登的言論表示強烈不滿和堅決反對 臺灣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臺灣問題純屬中國內政 不容任何外部勢力干涉 5月24日 美聯社發布的最新民調報告顯示 美國民眾越來越不支持以犧牲美國經濟為代價 去懲罰俄羅斯和援助烏克蘭 這表明美國人對國內通貨膨脹和其他挑戰的擔憂正在加劇 美聯社與公共事務研究中心 5月12日至16日所做的調查發現 雖然美國民眾仍然廣泛支持制裁俄羅斯 但是把制裁俄羅斯置於美國經濟之上的觀點已經發生逆轉 當被問及什麼是美國目前的當務之急時 有45%的美國成年人認為是儘可能有效的制裁俄羅斯 而51%的人則認為是限制對俄制裁損害美國經濟 而在4月份的這項民調中 美國民眾的態度正好相反 即較多人支持全力制裁俄羅斯 俄羅斯對烏克蘭開戰後不久的民調結果顯示 多達55%的人認為儘可能有效的制裁俄羅斯最重要 美國民眾對俄烏衝突的態度發生逆轉 真實反映了物價持續飆漲 對美國家庭的嚴重影響 汽油 天然氣 食品 雜貨和其他商品大幅漲價 已經使千百萬美國家庭的生活成本暴增 財務負擔日益加重 美聯社的報導指出 對總統拜登來說 這可能是一個令人不安的跡象 可是 就在5月21日 拜登竟然還簽署了一個 額外博款400億美元的法案 用美國納稅人的血汗錢 給烏克蘭提供武器和財務援助 現年70歲的退休會計師卡特 和丈夫在俄亥俄州 辛西納蒂市 他說 我們這是在自殺 我們可以幫助別人 但是幫助別人的時候 我們必須知道如何自救 我們現在並沒有這麼做 調查發現 儘管很多美國成年人 仍然支持制裁俄羅斯 禁止進口俄羅斯石油 但是人們對直接向烏克蘭 提供資金的支持度卻不高 有44%的人支持 有32%的人反對 23%的人不支持也不反對 此次民調結果顯示 美國民眾對拜登處理當前局勢的能力 缺乏信心 只有21%的人說 他們對拜登處理烏克蘭局勢的能力 非常有信心 39%的人說 幾乎毫無信心 對於拜登處理美俄關係的方式 有45%的美國人認可 54%的人不認可 其中 持認可態度的民主黨人和共和黨人 分別佔73%和15% 科羅拉多州居民班洋說 他仍然支持拜登 美國必須繼續犧牲 以支持烏克蘭抵抗俄羅斯 但是 阿拉巴馬州居民佩里卻說 他同情烏克蘭人 並認為俄羅斯發動戰爭不合理 但白宮需要更多關注美國經濟 佩里稱 由於汽油太貴 他不得不減少開車時間 他抱怨拜登政府說 如果他們更重視民眾 我們的油價就不會那麼高了 5月24日 聯邦疾控中心發布的報告顯示 2021年 美國新生兒接近366萬 新出生人口7年來首次止跌回升 全國衛生統計中心對去年全美99.94%的出生記錄 進行分析後發現 與2020年相比 2021年 美國新生兒增加了1% 是2024年以來首次增加 根據聯邦統計數據 從2014年到2022年 美國新生兒每年減少約2% 2021年的新生兒數據顯示 美國人口出生率下降的趨勢出現了逆轉 美國新生兒人數在2019年觸及35年低點後 2020年又降至歷史新低 人口學家曾擔心這種趨勢會持續下去 儘管去年美國總生育率 仍低於正常人口更替水平 但美國人口恢復了正常增長 更替水平是指完全取代當前成年人口所需生育率 自2007年以來 美國總生育率一直保持在更替水平以下 在1971年以來的半個世紀裡 該數值一直呈下降趨勢 CDC的最新報告顯示 2021年 美國失靈女性的普遍生育率 為每1000名15至44歲女性生育56.6個孩子 較2020年增加了1% 同時 反映女性一生平均生育次數的總生育率上升了1% 為每1000名女性生育1663.5個孩子 去年 全美嬰兒早產率上升了4% 是2007年以來首次上升 該報告指出 白人和西羽裔女性的生育率上升了2% 非裔和亞裔女性的生育率分別下降了2.4%和2.5% 原住民女性的生育率下降了3.2% 這份報告的主要作者 漢密爾頓說 2021年1月分娩數量大幅下降 但隨著時間推移 情況逐漸改善 分娩增加主要出現在大齡母親身上 他認為 2021年的新生兒都是推遲出生的孩子 5月24日 聯邦人口普查局和聯邦住房與城市發展部公布的報告顯示 4月份 由於房屋抵押貸款利率大幅上升和房價持續走高 全美新建獨戶住宅的銷售量大幅下降 創下了近9年來的最大跌幅 該報告稱 4月份 全美新建獨戶住宅銷量 比3月經過修正的數據下降了16.6% 比2021年4月減少了26.9% 按照年率計算為59萬1千棟 遠少於經濟學家們預測的74萬9千棟 全國房屋建築商協會首席經濟學家羅伯特指出 4月份 房屋銷售價降是一個明顯的衰退警告 4月份 全美新屋銷售價格中位數為45.06萬美元 比去年同期上漲了19.6% 據估計 4月份全美有44.4萬套新屋掛牌求售 按當月的銷售速度計算 這相當於9個月的供應量 而去年同期只有4.7個月 房貸業巨頭房地美提供的數據顯示 上週美國30年期固定利息房屋抵押貸款的平均利率 約為5.3% 遠高於今年1月第一週的3.2% 羅伯特指出 房價上漲和利率回升共同發力 正導致房屋市場明顯走緩 雖然美國需要更多住房 但由於收緊的貨幣政策 繼續給抵押貸款利率 帶來上行壓力 供應鏈中斷導致建房成本上升 住宅銷售正在放緩 5月24日 德克薩斯州烏爾德市一所小學 發生大規模校園槍擊慘案 至少有15人喪生 其中絕大多數是小學生 據多家媒體報導 該槍擊案造成烏爾德市羅布小學 14名兒童和一名教師死亡 現場十分恐怖 槍擊案發生後 當地警方迅速封鎖了該學校 美國廣播公司新聞臺的報導稱 槍手是當地一名18歲的青年 已經死亡 當天中午 當地警方通報了槍擊案的初步信息 學校稍後通知了家長 該校學生被送往5分鐘車程以外的 一個市民中心 學校請家長到那裡去接孩子 在當天下午的新聞發布會上 德州州長阿伯特透露 槍手是當地烏爾德高中的學生 名叫拉莫斯 家住該市 目前還不清楚槍手行凶的動機 烏爾德是德州一個有1.4萬人口的小城 位於盛安東尼奧以西約100英里處 距離美墨邊境約有80英里 5月24日 雅虎新聞和政府聯合發布的最新民意調查報告顯示 有超過60%的人贊同大替代理論的核心原則 這項民意調查發現 有61%的特朗普支持者同意這個說法 美國有一群人正試圖用與他們有相同政治觀點的 移民和少數族裔來取代土生土長的美國白人 在接受調查的特朗普支持者當中 只有22%的人說他們不同意大替代理論 與此同時 在投票支持拜登的受調查者當中 有16%的人贊同這種說法 而71%的受調查者不贊同 調查發現 有73%的特朗普支持者認同美國存在 對白人歧視的這種說法 只有18%的人不認同 而在拜登的支持者當中 有20%的人對這個說法表示同意 74%的人不同意 在投票支持特朗普的受調查者當中 有69%的人說 他們擔心美國土生土長的公民 在經濟 政治和文化等方面正在失去影響力 而移民在這些領域的影響在增加 而在投票支持拜登的人當中 有30%的人同意這種說法 本月早些時候 紐約水牛城發生了針對非裔的大規模槍擊事件 造成10人死亡 3人受傷 其中11人是非裔 該案18歲的槍手根德龍是紐約州 康克林市居民 他在網上發表的一份聲明 引用了大替代理論 此次調查發現 有57%的特朗普支持者認為 根德龍是種族主義者 而拜登的支持者有86%同意這種看法 這項民調是在5月19日到22日進行的 受調查者有1573人 調查的誤差範圍為為2.8個百分點 5月24日 聯邦疾控中心警告稱 任何人都可能感染或傳播喉鬥 儘管最近全球出現感染病例顯示 一部分感染發生在同性戀和雙性戀男性身上 CDC指出 同性戀雙性戀變性者跨性別者群體 有較大的可能性接觸到喉鬥病毒 CDC官員布魯克斯說 CDC之所以決定 現在就針對喉鬥疫情舉行新聞發布會 是因為LGBTQ驕傲月通常在國殤日 長週末開始慶祝 CDC希望確保LGBTQ社區能瞭解這個情況 布魯克斯敦促醫生密切注意這種病毒 他說在喉鬥早期階段 皮疹大部分出現在生殖器和肛門周圍區域 在某些情況下 病毒會導致肛門或生殖器受損傷 看起來像泡疹 水痘或黴毒等其他疾病 包括美國在內 目前已經有12個國家 報告了100多個確診或疑似喉鬥病例 喉鬥是一種極其罕見的病毒性疾病 與天花相似 但是按照世界衛生組織的說法 喉鬥在臨床上並沒有想像的那麼嚴重 這種病人通常出現在西非和中非 但最近在加拿大 葡萄牙 西班牙 英國 美國等不常見 這種疾病的地方也發現了確診喉鬥病例 根據CDC的說法 喉鬥病毒可以通過直接接觸體液 或者通過接觸被污染的醫物或床單傳播 通常在症狀出現前前伏7至14天 布魯克斯說 任何人都可能通過接觸體液 喉鬥窗或呼吸道飛沫感染喉鬥 最初的感染症狀包括 淋巴結腫大 頭痛 發燒 肌肉酸痛和疲勞 之後病毒發展為皮疹和皮損 起泡和結痂 喉鬥通常持續2到4週 CDC說 一旦結痂脫落 患者就不再具有傳染性 他強調 目前喉鬥疫情對公眾的風險很低 CDC建議 如果民眾出現任何新的或不明原因的皮疹 都應該讓醫生檢查 喉鬥感染者應該待在家中隔離 遠離人群和寵物 應該戴上口罩 並盡可能遮蓋 病變部位 直至痊癒 感染喉鬥病毒的患者還應該避免與兒童 孕婦 和免疫系統較弱的人密切接觸 因為這些群體感染病毒後 出現併發症的風險較高 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內容 我是新農 咱們明天再見